維基媒體基金會副總裁丹尼斯發表公告說 在對未被認可的中國大陸維基人團體的一些成員活動 進行長期深入的調查後 我們已經禁止了7名用戶 並取消了另外12名用戶的管理權限 為知情人士透露 中國大陸維基人 是中國大陸維基用戶建立的一個QQ群組 它的核心成員 是親共的中文維基大陸管理員和資深用戶 這一個QQ群組在維基之外建立了一個特殊圈子 進行與維基相關的決議、投票和討論 並搞各種拉票 甚至對不配合的維基用戶 進行人肉搜索等違規操作 今年7月 親共的維基管理員Water Girlswood等人 威脅舉報一名香港用戶 違反《國安法》 被正義人士投訴到維基基金會 最終導致基金會作出清理門戶的重大決定 因此 讓我們來表達 決定性對抵俄 我們在在討論的地上 把特殊脅比特殊 前面是個北部 積極之類的 危機 看